男人总是做同一个恶梦 梦想她 总是被一只老虎惊醒 这是一只充满怨念的老虎 天真的女孩 以为是只大猫 还和她打起招呼 老虎并没有伤害女孩 她似乎在寻找什么 此时妈妈赶来 月光下 一个影子赫然出现 原来这竟是老虎的灵魂 满月感应到 酒店会来一位特殊的客人 于是出门迎接 老虎和满月对视后 并没有进入酒店的意思 原来她还有未了结的心愿 看着老虎离去 满月似乎想到了什么 第二天 她找来灿星 去拜访一位老朋友 老人告诉满月 老虎是自己出国访问时 作为礼物带回国的 同时还有一幅 长白大干山的画作 自从老虎被带回来后 整日郁郁寡欢 不久后就死了 如今躯体被做成了标本 放在博物馆供人参观 所以老虎怨念很重 灵魂四处游荡 常常跑进老人的梦里 使得老人身体越来越差 满月告诉她 老虎是想家了 劝她把标本送回故乡 老人却表示 这是两国有好关系的象征 并不能随意退化 话音刚落 一阵呼啸声传来 这四周玻璃全部破裂 老虎不高兴了 灿星希望满月可以帮助老人摆脱噩梦 满月说帮忙可以 但是需要那副昂贵的话 作为赶走老虎的酬劳 灿星认为满月是在借机敛财 于是气呼呼地走了 当她回到家 老管家已经等候多时了 灿星表示不解 为什么老管家愿意在那种地方工作三十年 老管家告诉她 满月并不像她看到的那样 让她用心去发现 因为在月之酒店 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相信她会在那里 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犹豫后的灿星 独自去了老人家 向老人说明老虎的事情 老人告诉她 满月已经来过 并且带走了那幅画 此时满月站在博物馆 她召唤出老虎的灵魂 老虎似乎也明白满月的用心 虽然不能重回故乡 但是这幅画可以作为她安息的地方 老虎一步步走进了画中 灵魂也得到了慰藉 老虎融进了这个她日夜思念的地方 原来满月要这幅画 并不是因为她值多少钱 而是她对老虎来说 有着特殊的含义 与此同时 灿星又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 墨镜与鬼再次找上了她 我让你遇到两个体称来的 esta肯定